好 那朱雀老祖可愿做这个裁判 皇上荣幸 灵丹阁第一人我来 你们担负派谁 我这个担负垫底的先来吧 小子 我会让你输得一败涂地 话说得太满 小心闪了舌头 你们说谁会赢啊 那必须是月真哪 若非今日重不亏亏 我定会亲自出手解决你 果然 在场几乎所有人都被种下了咒烟 就连月真他们也不例外 叶臣 情况如何 正如我先前所料 在场多数人都被种下了咒烟 可愿 你做事真诀 除丹 凶 好啊 我就说嘛 丹府的炼丹师怎么能比得上月真阁了 丹府跟灵丹阁作对 如同以卵击石 现在求饶还不晚 这场比试还没结束呢 炸乎什么 我就不信 他一个五阶炼丹师 还能炼出六文丹不成 什么 六文丹 他一个五阶炼丹师怎么可能 他一个月前还是五阶炼丹师 不可能炼出六文丹哪 你确定他是五阶炼丹师 千真万确 炼丹师选拔时 他只炼出了五文丹 一个天赋如此高的炼丹师 竟然会被刷下去 为师真有些怀疑你们的眼光了 丹主 我没给您丢脸吧 好样的 这丹药你就自己留着吧 多谢丹主 朱雀先辈 现在可以宣布比试结果了吧 我先炼出来的 这局当然是我赢啊 谁输谁赢 你说了可不算 好了 双方皆炼出了六文丹丹 这局平局如何 我自然是没什么问题 就怕有人不乐意 丹丹阁没有意 可恶啊 朱雀老祖怎么不向着我们灵丹阁 既然如此 第一轮比试结束 斗丹继续 师尊 下一局让我来吧 好 你们丹府何人出战 随便 你自己挑吧 狂妄 谁让我有狂妄的资本呢 好 那就 他 我就读废话了 直接开始吧 真火 这不可能啊 我明明记得 你炼丹师选拔 用的是地火 是啊 我也记得 难道地火 还能进阶真火的吗 有这等事儿 那小子 竟然有让地火进阶真火的秘法 废物 既然这局双方斗炸炉了 无法继续斗丹 那就还是平局 下一局 我来 我要选那小子 来了 好好表现 是 丹主 我一个六阶炼丹师 对一个四阶炼丹师 不可能会输的 什么 这两人同时炼出了六文丹 不可能 一个月前 还是四阶炼丹师 怎么可能炼出六文丹 事实摆在面前 既然这一轮双方都成功炼出六文丹 那自然还是平局 可恶 不妙啊 我来 给我滚回去 都已经连续平局三次了 最后一局 还是玩点不一样的吧 哦 老祖有何想法 这一局三对三如何 我灵丹阁人多 当然没意见 我也没意见 那便来吧 最后一局 我们三人上 那边绿衣服 紫衣服 和红衣服的 上台 哼 上台就上台 双方已经就位 比试开始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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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威 你怎么来了 我想待在你身边 不行吗 可以 当然可以 哼哼 我说朱雀 他俩倒是挺般配的 胜体血脉尊贵无比 足以配得上我的掌上名重 朱雀家若能和夜晨联姻 戒时 你便可以安心冲击圣人剑了 如今我寿原只剩十亿 无论如何 都要请夜晨师尊出山 快看 要出丹了 竟然是一颗浩渺丹 在六温灵丹中 这浩渺丹 可受极变了 我一定要握住心态 千万不能占卧 出丹 出丹 全阳丹 没想到此人的炼丹水平 和月海不相上下 出丹 竟然都是六温灵丹 真没想到 丹复随便咱人都有如此实力 看来这局还是平局 两位可要继续 当然要继续 咱们要不要先吃饭 这么多美食 凉了多可惜啊 你这是想认输 好 那就逗完再吃 到时候 说不定还得真人 给我炒俩菜呢 实心梦想 老夫会让你输得 心服口服 话可不要说得太忙 金丝寺的真火 他自叶辰 叶辰 叶辰 他不是被准生干掉了吗 怎么可能还活着 好啊 叶辰 你的真火和血脉 我要定了 没必要隐藏了 枯叶真人 开始吧 叶辰 我们再加点彩头如何 哦 你还想加点什么 若我赢了 你便将真火和血脉 双手奉下 若你输了 若我输了 整个灵丹阁都归你 灵丹阁可比不了我的命 这样的赌注太不公平了 那你想怎么样 除了灵丹阁外 再加上你的这条命 好 成交 叶辰 疯阁疯了吧 若岳可这七届炼丹师 他哪能比得过 叶辰 你的存在 便是今日最大的寿礼 是你的葬礼 也说不定 周雀 你觉得谁会赢 做好准备 他们两个无论谁 今日都要送若岳上路 若 若岳进了这么好的炼丹路 早晚归我 他要出丹了 什么 那难道是丹杰 是七闻九幽丹 这下叶辰输定了 叶辰 别浪费力气了 我劝你还是乖乖投降吧 哼 顾叶辰人未免太过自信了 去 天哪 叶辰竟然眼神奇迹炼丹师 什么 竟然是仙羽丹 仙羽丹 这不可能啊 以夜晨的炼丹水平 怎么可能炼出这种级别的丹药 好小子 那可是枯越这人呢 你竟然真能与他平分秋色 好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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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夫还真小看 老匹夫 此人你是赢不了我的 那可未必 去 好 环谷圣体真是逆天哪 我不信 我不信 我会要将你碎十万断 太虚龙衣 求主封天 这架势 以后谁还敢说炼丹师不擅长战斗 好好地奇闻九幽丹 就这么没了 简直是暴天天物 枯越的丹龙败了 想必枯越本人也必败无疑 什么 师 师尊竟然败了 枯越 你输了 我 我还没输 我还能再练 输了就是输了 拿命来吧 这叶尘难不成真的要斩了枯越 朱雀老祖不会坐视不管的吧 这轮比试 叶尘胜 我的天 朱雀老祖真要干掉枯越 那可是七剑炼丹师啊 朱雀 你当天要灭我 既然你输了 就要兑现赌云 在座的宾客都可以作为见证人 我统领着灵丹阁 你敢动我 以前我确实忌惮你的灵丹阁 但现在丹府不是把你们打败了吗 所以我相信叶尘会更好地统领灵丹阁 枯越 你该上路了 当真是狡兔死 走狗棚 朱雀 你好狠的心